虽然呢不能鼓励有钱就是大爷的这种心态 可是呢来看看到底大陆客多有钱呢 光是这两年陆客来台湾 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刷卡加提款的总额 在去年的前三季来说呢 贡献了935亿 今年更可观是到了1267亿 所以呢大幅成长了3x5 大家看金额呢 在去年全年是1299亿 今年更高预估值呢会破1600亿 这一减之下呢应该会成长了301亿 所以呢来看会成长了这么多的数值 既然大爷得罪不起 那台湾导游就想出了一些小people 就是一定要把处罚说在前头 一停到罚钱陆客就会受规矩 一群猫熊提着大包小包来到雪梨旅游 大声喧哗穿过人群 或是在树上乱涂鸦水畜小便 这支广告是央视委外制作 希望唤起中国人出国游玩时 基本礼仪的文明意识 蛮多了 台队方面吧 反正他们那个规矩没有像一般这样子 排着队一个跟一个吧 礼貌上还是有那么一点差别吧 下车往这个方向是我们的厕所 来到台北的士林关底 这也是陆客的必访景点 一下车就是告诉团客们厕所在哪里 导游分享经验坛要管的地方可不少 参观花园提醒不能攀折花木 尿急也不能乱随地大小便 更不要乱丢垃圾 不过最难管的就是吸烟 明明有吸烟区 这几位大妈偏偏要踩上花园 大喇喇抽烟 对付陆客 导游除了劝导 寄出罚则最有效 环境卫生保持在这个问题 那一般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可能在大陆并没有什么罚则 他们一天要罚款 可能就会有警惕 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斑马线 因为你们那个机车非常快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臭烟 好像说最高要罚到一万台币 都够我买一套雅士兰带的了 导游软硬兼施 谈到前陆客自然听话一些 不过陆客也说 有些礼仪真的不如人 加上年龄差异 老一辈的更不好劝 只盼再给他们一些时间 来了解公众礼仪的重要性 U10TV 你对一下你台北报道